今天早上又出来了一只小鸟 看一下 飞走了 每次上来都伸个懒腰 走 飞出去 我检查一下 你看他这个嘴巴多厉害 走 走 飞了 飞到树上了 已经出了5只小鸟了 还有最后一棵鸟汤 这些地方裂的很明显 今天晚上应该会出来 放回去 看一下今天早上出来这只 太小了还没有我的手指大 这只也是黑眼睛的 跟小绿蛋一个颜色的 黑眼睛 喂的很大 明天又要给他们加点木屑了 看一下这只老大 跟老五相差了10天左右 老五的可能就只有他的头那么大 好放回去 看一下这个老二 老二也开眼了 出口一个星期就开眼了 一般一个星期开眼 吃的很饱 五只小鸟一只叠一只 再给他开点奶粉 倒点温水 怎么奶粉你也要吃 这个奶粉是开给小绿蛋跟猫猫虫吃的 所以我就会开浓一点 直接喂小鸟的不能开这么浓的 放进去给他 再加点蛋小米 再给他放点青菜 来 食物多样化 你谁 他还说话了 他在喂小鸟呢 直接按在地上躺着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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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身上痒是吗 是不是长虫子了 怎么老是在梳理野猫 挺干净的也没有虫子 就是什么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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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饶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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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